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经发生的补测是不是一场阴谋 一具尸体的出现能否解开失踪之谜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孩子失踪之后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说法 2010年12月初的一个下午 在上海打工的郑县林夫妇 接到了从江苏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说 他们在老家的孩子丢了 对父母来说 没有什么事 比孩子丢了更让他们着急的了 所以郑县林夫妇赶紧放下手里的活 回老家找孩子 这是郑县林夫妇回到江苏淮安老家的第二天 也是他们的儿子失踪的第四天 他们的儿子叫郑青 是2010年12月4日下午失踪的 郑县林夫妇家住江苏省淮安市 林桥乡的周庄村 因为他们常年在上海打工 所以儿子郑青是跟奶奶一起生活在老家的 据郑县林回忆 儿子失踪后的第二天下午 他们夫妇才得知了这个消息 外人去他打电话给我 就说我家小孩不想念书了 他在外面打工 然后我接到这个电话 我就不想念书 起初郑县林并不相信儿子不想念书 外出打工的说法 更何况儿子已经十四五岁了 也不可能自己走丢了 所以他们并没有太在意 但是郑县林的这种想法 很快就发生了转变 三天过去了 家人仍然不见郑青的人影 而且反常的是 郑县林夫妇自始至终 都没有接到过儿子的电话 回家后 郑县林听外甥周明勇 仔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 十二月四日那天下午 郑青说要去同学家 正好周明勇要进城 于是郑青就搭了他的顺风车 周明勇说 因为郑青跟他约好 从同学家一出来 就一起去城里买手机的 所以他把郑青送到之后 自己就去灵潮镇上 打台球的地方等郑青了 等了几个小时 还不见郑青来 周明勇就一个人进城了 晚上周明勇回到家 没有见到郑青人影 回来之后 第一天时间就问到我老婆 郑青回来吧 我老婆说没 大概吃晚饭的时候 周明勇的手机上 有人发来QQ跟他聊天 是郑青发来QQ 说他在怀疑 说叫奶奶不要打拥 表哥周明勇跟郑青两家是前后院 因为郑青的父母常年在外 奶奶年岁已高 所以在生活上 周明勇就经常照顾这一老一小 接到了郑青的QQ之后 周明勇就跑来告诉奶奶 说郑青在淮安城里 今晚不回来了 他让老人别担心 然后大概过了一个六小时吧 他有怀疑了 他不读书了 怎么去打工 周明勇说 郑青在手机QQ上聊的这番话 他才给弄糊涂了 为什么突然要辍学 还说要外出打工呢 郑青是在灵桥镇中学读书的 平时是在学校寄宿 学习也挺紧张的 赶上双休日 学校放假 他才能回家住 周明勇觉得表弟还小 肯定是贪玩找个理由 等上学自然也就回来了 等到星期一 学生们都回校上课了 郑青的家人找班主任了解情况 郑青他没有来 而且联系不上 在班级里面问 过去的这个星期六 有没有人遇见他 我去不知道他怎么没来的 人家都没看见 郑青没来上学 老师和同学们都没有见到他 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 这个情况可让郑青的家人害怕了 我们家亲亲啊 去路地去找 码头啊 码头啊 城街啊 造街啊 我们都派 就叫亲人 群人起事贴出去 仍然没有郑青的音讯 就在他失踪的第四天 无奈的家人们 找到淮安市林桥镇派出所 报了案 警方把郑青的信息 输入了警方的协作平台 他们希望通过这个途径 能够帮助郑青林夫妇找到儿子 就在这个时候 表哥周明勇也找到了派出所 他说他有一个重要的情况要反映 据周明勇反映 郑青失踪前 是去找一个叫薛锦的同学 听说那个同学借了郑青的钱 那天下午 郑青找他是去要钱的 那天我就把郑青放到这边了 然后他自己去下家 不让我跟他一起去 然后他他就往那边走 所以他同意就一直住在那个脚跟 那时你是亲眼看见 就是郑青往那里面走 没有去别的地方 是的 这个村子叫西津围村 薛锦的家的确住在这里 既然是这样 薛锦应该知道郑青的去向 应该说他这个同学 这个肯定是最后一个 应该是肯定最后一个见到他的 薛锦也是灵桥镇中学 初二四班的学生 他不仅和郑青是同班同学 而且他们俩还是同桌 他们俩是同桌 薛锦坐哪间 这边郑青这个脸 这是薛锦当天的谈话笔录 他说那天下午我在家睡觉 醒来的时候 奶奶跟我说 郑青到我家找过我 但我没有看到他 那么那个下午 郑青去了哪呢 他为什么突然就不见了踪影呢 郑青的父母觉得 孩子似乎是凶多吉少了 人家就说我家小孩在 那个 坏人手里边啊 说绑架啊 想起来要钱啊 这样那样的 就在郑县林夫妇临近绝望的时候 学校传来了好消息 郑青通过手机QQ跟同学们聊天了 并且还介绍了自己的近况 当时看到那个信息很激动嘛 郑青终于理我们了 说我在上海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然后我就说 我要发给郑青了 我就说 郑青你在上海干嘛 我也想去你 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做工啊 然后他说他在饭店工作 后来我问他地址他也不说 他就没在里面过我了 郑青说自己在上海打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愿意说出他的地址 尽管是这样 至少这个消息 也能让郑县林夫妇紧绷的神经 放松一下 哎呦 所以没事 郑青几个发哭哭啊什么 说他还活着 没事 郑青是郑县林夫妇唯一的孩子 1997年郑青出生 他还小需要照顾 所以郑县林夫妇就没有离开过家 后来郑青长大了 生活能自理了 他们夫妇才放心的 把他留给奶奶照顾 然后去上海打工 每次我都给他打电话 其实我 有时候有两个月 一个多月这样 我就来家回家一次 就回家一次 在儿子的房间里 母亲看到了这个小本子 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 可惜他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 他让丈夫念给他听 原来这是郑青的日记 父亲读的这一篇 是郑青在2010年的11月2日 也就是他失踪前一个月写下的 他这样写道 今天像是中了魔一样 一个劲的想妈妈 我总说我不是三岁了 自己要独立 看见班级同学的脸 我感觉他们真幸福 每天放学回家 都可以得到妈妈的关来 在这本日记里 诸如此类的表达还有很多 眼看春节临近 郑青失踪已经两个多月了 仍然不住下落 家人到处寻找 希望在过年的时候 能把孩子找回来 过年了 郑青还是没有回家 郑家人度过了一个忐忑的春节 2011年的2月26日上午10点钟左右 淮安市公安局 淮安分局 110接警中心 有人报警 接警后 警方立即组织警力赶赴案发现场 案发的地点是灵桥乡 西津围村 东边的岛田地里 现场这个甘沟里边 有一具蓝湿 一个湿亭呢 头东脚西的 因为死者死亡的时间太久 面部尾容严重 警方已经无法直接辨认出 他是谁 现场勘察人员判断 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那么死者是谁呢 他为什么被害呢 我怀疑是不是这个死者就是郑青 这个死者让半日元 想到了失踪的郑青 随着现场勘察进行 警方在死者的裤袋里 发现了两样关键的物证 一团纸和一串 生锈的钥匙 紫灯上面明显有破水 在有些地方已经残缺了 然后要拿回去到实验室里边 做进一步的检验 复原 警方拿着这串钥匙 先去郑青家求证 第一把锁被打开了 第二把锁也被打开了 从死者身上发现了这串钥匙 能打开郑青家 所有的门锁 结果一把一把的都打开了 到这时候 我们就想到这个尸体 只有可能死者 只有可能就是正清了 同时我们DNA检测动作 还在警罗美国的进行 综合已知的情况 警方可以确定死者 与正清有关 但是确定死者的身份 还需要最终 等待DNA检测的结果 就在这个时候 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正清的家人反映 正清刚刚通过手机QQ 发来的信息 这个QQ的信息是谁发的呢 警方推测 如果QQ是另有其人 假冒正清的身份说话 来干扰警方侦查的视线 那么背后操作QQ的人 很可能就是杀害正清的凶手 这个人会是谁呢 警方注意到 案发现场 距离同学薛景佳只有七八百米 另外距离表哥和正清 分手的那个路口也不远 无论从时间或者空间上看 警方认为表哥 周明勇和同学薛景 这两个人的嫌疑 都不能被排除 半年开始分别对他们进行询问 我们问什么他答什么 但是说他的问题 让你感觉没有多大的漏洞 就是说因为他的回答 也是很从容啊 跟之前讲的也差不多 下午一点多钟 薛景被带到了林乔派出所 接受询问 这是他的第一份询问笔录 在这份笔录中 薛景仍然说 那天下午他没见到正清 与薛景的瓶颈形成对比的 是表哥周明勇 情绪有些激动 说他头脑有点不好 为什么呢 他说之前被骑车撞过的 出过车祸的 说他想不起来了 这么样的 因为从他的表情 假如 假如没有 和他没有关系的话 他不应该这么激动 一个询问室里是表哥周明勇 另一个询问室里是薛景 他们谁会是杀害正清的凶手 或者凶手另有其人 此时死者身上发现的字条 也在试验室里被恢复了 我现在是一张欠条 只能看到上面写 金戒 金戒 或者是大约多少元 只能从这个字笔 这个行间里面看出来 这应该是一张戒条 警方将死者身上的字条恢复 但是大部分地方已经看不清楚 根据残留的字迹 可以看出这是一张戒条 并且是12月2日戒的 除此之外 具体谁戒谁的钱 金额是多少都看不清楚 这张戒条的复原 使得警方将调查的视线 重新集中在 与正清有借贷关系的薛景身上 从他的表情 就是看他的语言 跟我们也不紧张 而且显得就是 好像有一种小孩的 我们的资论在里面 就在下午5点多钟 死者的DNA化验结果出来了 证实死者就是失踪了 两个多月的正清 几乎同时 这个消息也传递到了 两个嫌疑对象被问话的地方 然后他就突然问 说叔叔 我会死 问这句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正清的同学薛景 这个孩子曾经是死者最要好的同学 他怎么会杀害自己的伙伴呢 那你要 你为什么要杀害自己呢 他问你有钱 你问你钱 你问你钱 那怎么办 因为正清的父母在上海打工 平时会给他一些零用钱 正清是个节俭的孩子 这些钱他都留着舍不得花 同样薛景的父母也是常年在外打工 但是由于家境很不好 所以薛景没有什么零用钱 加上薛景爱去网吧玩游戏 所以他的花销很大 你记得多少钱 薛景 这到底要多 要三年 就是三年 怎么来的 提着钱 找哪个 无家 薛景说 原来他们之间也有过 借少钱还多钱的经历 前几次数目小 薛景就偷偷拿出家里的口粮 买钱还正清 这次不同 借九百 还要还三千 而且是四天之内就得还上 三千块钱不是个小数目 即便把家里的粮食都卖掉 也凑不起三千元 于是薛景动了懈念 在询问笔录中 15岁的薛景这样描述 我已经砍下去了 就不能停了 杀害了同学 正清之后 薛景回到家里 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到了傍晚 他担心正清的家人 找正清 所以他登陆了正清的QQ 假借正清的身份 给正清的家人聊天 直到那天 正清的尸体被发现 他被警方带走之前 登陆了QQ 以正清的身份再次说话 目的就是制造正清 还活着的假象 当警方询问杀人动机时 薛景的回答 哭牌子气 薛景说 因为自己犯了小错误 怕家长批评 怕还打 就犯下了更大的 无法挽回的罪责 作为公安医官来讲 仅用十个小时 就将这个案例生破 应该说是成功的 但是 为什么人之间 因为他们父母 长期在外打工 监督的责任 录承到 他们一揽在身上 因为各代之间的疼爱 监管的趣味 而发生几些案件 所以 这个东西 也深深地注重着我们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李美锦教授 欢迎李老师 你好 一个15岁的孩子 在杀了人之后 居然还能伪装那么长的时间 还那么冷静 这个孩子的心理出了什么问题 李老师 在我来看 其实他的作案 整个的包括事后的一些表现 都很符合青少年的犯罪心理 其实你看 他也有一些反侦查的手段和表现 那么事后表现得很镇静 然后还给伪装人家 继续通话 什么跟家人通话 但是他这一系列的行为 实际上在我们 从侦查角度来看 非常拙劣的 那么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觉得 他做得很聪明 他认为他天衣无缝 对 所以他才有那种自信 和那种 就是无所畏惧 没有任何的恐惧的表现 你看这孩子 就因为欠了同学900块钱 然后就能想到把他杀了 理由是 怕回家 爱父母的打 这个逻辑能说通吗 我认为能说通 他往往觉得就是眼前你是一个人 你是一个麻烦 我把你这个人除掉了 就有事就解决了 那么他没有想到生命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命 他不是一个人 他是牵扯着他身后无数亲人的一份情理和牵挂 所以你杀一个人实际上是杀一家人 我们有一句话叫熟知的东西不等于真知 孩子他未必不知道生命是重要的或宝贵的 但是在他眼里来讲 他要想处理到这个麻烦 那就不是生命的问题了 只有把你这个人抹掉 然后我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所以他如果真的想 这是一条命 这条命背后有那么重要 他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了 他是一个留守儿童 爷爷用这种方式来教育他 记者深入留守儿童的家庭 坦知犯罪的更深词次原因 孩子失踪之后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11年6月27日 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 以被告人薛锦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了公诉 采访时 我们在薛锦的家里 见到了他的爷爷奶奶 老人家说 薛锦的父母在外打工很少回家 平时都是老两口照顾薛锦的生活 你们现在想不想女生子 不想啊 闲着那么闲啊 闲着自己走就走 你给我帮 扯回去就这样 你敢敢扎 你不想心里 让他跟你 让他放过来 让他跟你扎死的 爷爷很纳闷 平时他们对薛锦管教严厉 要是不听话的话 就批评他 甚至还打他 孩子怎么就闯下这么大的祸呢 他不听话 你就要打他 他反正不听话 你就会打他 怎么打呢 把他抹后 把他抹后 爷爷说 现在他很后悔 平时没有跟孩子沟通 根本不知道 他在外面是个什么样 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我们这个 中级法院的法官 专门到薛锦的家里 进行了走访调查 发现被告人谢建 也属于现在的农村留守儿童 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 爷爷奶奶属于管教 孩子确实沾染上了一些不良的习气 我们发现这两个孩子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他们都是留守儿童 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 都是爷爷奶奶 负责照看他们 所以这两个孩子身上 可能都会表现出一种情感缺失 或者心理扭曲的状况 这个我们从哪些方面能看到这些 我们发现很多留守的孩子 他一时无忧 他也有人照顾 比如说在生活方面 爷爷奶奶在照顾他 但是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 却没有人及时的发现 来给予他指导 给予他教育 所以这些留守的孩子 很容易缺失什么呢 就缺失这个我们讲观念 观念就是在一时一世上的时候 我看到的事情 然后我怎么去反应 往往是从父母的反应当中 他明白了自己的反应应该是怎样 所有人的问题来源 都在18岁之前 这个18岁之前 他可以铸造这人很多的东西 其中包括他基本的观念 所以在这个阶段 如果你要是说 我特别需要挣钱 你离开了孩子 那么应该这么讲 你钱可能会挣很多 但你的孩子 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所以你怎样去 就是权衡这个二者的关系 当然我也理解 很多家庭 他在一种贫困的这种状态下 包括孩子上学的钱 他都无法解决 他只有去打工 那么我这种建议 就是说你只要走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还是应该在家陪伴孩子 2011年8月4日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败罪嫌疑人薛锦 犯故意杀人罪一案 做出了判决 2011年的9月1日 是灵桥镇中学开学的第一天 如果那一切没有发生 初三四班的教室里 郑青和薛锦 会和其他的同学一样 捧着新课本 坐在教室里 但是这个景象 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就在这一天 薛锦被送往江苏省第一少年管教所 有人说青春期是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郑青的生命之路 在这个路口戛然而止 而薛锦的人生之路 在这个路口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案件是突发的 偶然的 但两个孩子的生命之路 走到这个路口的方向 是怎么来的 它有没有必然的因素 通过今天李老师的分析 我想天下的父母们 都能够从中得到警示 做父母不仅仅是一种资格 更是一门学问和一种能力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天的说法 谢谢李老师参与了一模式的大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其他内容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